如果你全骨高全公骨宽 看随着太阳雀跟面中凹陷 化完妆显脏不化妆显老 能是因为你皮肉下垂了 面部现场不流畅 这一下提升面部平整度 让你从这样变成这样 饱满又年轻 首先面中凹陷是由黑眼圈 内勾法力纹 末纹以及嘴角下垂组成的 所以所有的老婆们都要明白 如果粉底液铺满整张脸的话 是没有办法解决面部凹陷的 因为粉底液只是起到了一个均匀肤色的效果 我们需要用一个有遮瑕力且润的粉底液 用的是这个小圆管 快看 薄薄的给我们脸上一层 然后再叠加一次面中 不要超过颧骨的位置 用鱼粉在我们脸颊凹处带过 看下这个遮瑕力度 正面看了黑眼圈已经没有了 但是低头还是会有一道很显老的内勾 因为内勾导致这里形成了一个凹面 所以我们要通过二次提亮 让我们内勾视觉看起来封起来 但是很多姐妹依旧遮会出内勾 看着不是太白了就是太暗了 依旧是一个凹面 因为你没有把提亮色成的最适合自己的内勾色 我们可以直接用小圆管上面自带的这个遮瑕膏 这个颜色就直接混合了我们平时的提亮色和三文鱼色 不用再进行复杂的调色 并且不用担心会和粉底有色差 油搓激活以后 户到这个尘半透明状的时候 就可以二次提亮我们的内勾 这样子呢 我们的内勾就遮住了解决了我们眼部凹陷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颧骨外阔面部特别不流畅的老婆 于是就疯狂的在颧骨外阔处打阴影凹陷处打高光 这样子不仅显脏正面看还起不到任何的脸型修饰 所以接下来提亮面中处 视觉转化弱化颧骨 医生整体的面部流畅度 方案用指腹激活刚刚的铜色系尘匣 面中处画一个三角形 拇指铺把它铺开 然后在法力纹 嘴巴最低点画一个三角形 盖下两边的对比 这边的脸就整体往上走了 接着整体定一个妆 解决完我们整体的面部凹陷以后呢 就要打造我们的面部流畅度 用一个淡色修容 在颧骨处往内扫 然后占取深色的修容 从咬肌往底扫 然后鱼粉带过我们的下颌线 接着用一个收缩色的腮红 从颧骨扫到眼尾 再用一个膨胀色打在我们的面中处 看一下两边的对比 这边就显得特别的小巧精致 这样子呢我们的面部平衡度就非常高 妆面也是非常干净和雾面的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角度 面部都变得特别的流畅 不管是浓妆淡妆 直接从皮下美女变成了骨下美女 感谢观看